世间最好的事物往往并不起眼,但却能越看越顺眼,做人也一样,正所谓真人不露像,露像不真人,并非刻意藏桌,只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夺人眼球,而是让人舒服,这就是教养,一个人最顶级的教养,不是谈吐得体,不是带人游离,而是做到这极点。 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。 让人舒服,自己舒服。 孔子说,几欲利而利人,几欲达而达人,人心都是相互反弹的,别人怎么对待自己,取决于自己如何对待别人。 说话尖酸的人,就不要期望别人待己宽和,处处给人难堪的人,就不要奢望别人温和待己。 为人强势的人,就不要苛责别人咄咄逼人,做人留一线,日后好相见,待人留余地,自己才有退路。 人活一张脸,树活一张皮,不懂照顾别人的面子,别人也不会给你面子。 老话说得好,逢人减瘦,见货天前,猜人年龄要往低了猜,这样会让人开心,觉得自己依然很年轻。 别人今年三十,你一张口就说别人五十岁,别人不恼才怪,看到别人买的新东西。 要往柜里猜,这样让别人觉得自己有眼光,没花瞎钱,打人不打脸,接人不接短。 开开玩笑,吵吵闹闹,都要把握住分寸,再熟悉的人也不要接短,伤了面子就伤了和气,保持分寸感才是最重要的。 林语堂年轻的时候家庭困难,无法筹措学费,胡适特地以北大的名义资助他,让林语堂避免了尴尬,保全了面子。 胡适去世之后,林语堂前去悼念,说自己一生记得胡适先生的恩义。 胡适先生交友遍天下,和他会照顾别人面子,是分不开的,懂得照顾别人的面子。 别人才会照顾你的面子,让别人舒服,才是让自己舒服。 眼宽容紧,心宽容忍。 曾国藩说,多造者必无诚意之识,多谓者必无卓越之见,多欲者必无慷慨之解。 心胸狭窄的人,大多没有成熟的见识,没有卓越的远见,没有慷慨的气感,他们并非情商很低,而是没有容忍之心, 没有把人放在心上,凡是喜欢斤斤计较,说话刻薄,只图自己快活,说白了就是自私。 待人舒服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你得事事挂心,谨慎待人,才不会使人难堪或尴尬,这对喜欢直来直去的人来说。 更是一种苛刻,一个人随性说出的话,开得玩笑,自己觉得无伤大雅,可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根刺。 多少人,因为较真,就这一点小事不放,完全不顾脸面的争吵,回过头才发现完全没有必要,人与人的相处,其实没有胜负之分,高下之别。 彼此防备是对彼此最大的浪费,浪费彼此的财食,彼此的情绪,彼此的人缘,其实,人的相互来往,本可以相互成就。 俗话说,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心有多大,待人就有多舒服,人脉就有多宽广,比起树敌,这才是重中之重。 无需提醒的自觉,古人云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,一个人犯错,并不可怕,只要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,那么,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。 有的人,明明自己犯了错,却听不得别人说,依然一意孤行,当他们听到别人指出了自己的错误,他们不但不思悔改,反而会理直气壮地与对方争吵,如此做法,非但不能掩盖自己的错误,反而会让自己的错误更深一层。 道德经中说,民不畏微,则大微智,同样,一个人,如果别人善意地提醒,不能阻止他的错误,行为,那么,更加严厉的惩罚将会降临到他的身上,所谓多行不义必自闭,说的便是如此道理。 一个人,能够不需别人提醒,就做到自觉,这样的人,是修养极高的人,能够做到这一层,既需要智慧,又需要极深的教养,为何说需要智慧呢? 很多时候,我们之所以做出了没有教养的行为,伤害了别人,并不是我们故意为之,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,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到对方,所谓知人者智,真正有智慧的人,能够做到全面的,妥贴地考虑到别人的需求。 不过度抬高自己,三国演义里说,龙能大能小,能生能瘾,所谓高人,大多是民间的俗人,不显山不露水,待人平和,偶尔自迁或自损,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得风生水起。 在现实生活中,你会发现,越是有本事的人,反而越是低调,因为他们知道,人外有人,天外有天,班门弄斧,必惹祸端,只有少说,多听,不张扬,才能保护自己少碰壁,还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筹帷幄。 正如《菜根坛》中所言,故君子要聪明不露,才华不成,才有尖鸿人俱的力量,越低调,就越能看清自己的内心,越谦虚,就越能调整自己的姿态。 真正的强者,从来不显山露水,他们总是默默地积蓄力量,不急不躁,不卑不喜,就像三国时期的明世贾许,其为人深谋远虑,胸怀涛略,形势却异常低调,尤其在投奔曹操之后,他轻易不出谋划策,平日里就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静养身心。 连儿子娶亲,女儿嫁人,都从不找高门大户,可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谋士,却取得了曹操的信任和重用,一路逆袭至魏国开国三宫。 做人,高调惹人反感,低调让人舒坦,一个低调随和的人,永远不会把人为难,他们替人着想,在乎别人感受,他们为人考虑,顾及别人尊严。 一个人的处事态度,彰显他的修养和气度,低调随和是一种素质,替人着想是一种善良,这样的人,做什么,都有人支持,走到哪,都有人欢迎,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。 拿破仑曾说,能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,比能拿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,更为谁都有情绪不佳的时候,而生活的高手,一定是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。 情绪见人品,正如老话所说,宰相肚里能撑传,你的情绪里,藏着你的气度和人品,生活中,得理容易,饶人难,理直气壮容易,理直气和难,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,就看能否做到得理也饶人,理直气又何。 纪录片,人世间中有一个故事,令人觉得十分暖心,一个24岁的年轻人,因为海鲜感染住院,住院后,病情迅速恶化,哪怕医生进行紧急手术,也没有救过来,家属因为这件事,在医院里失声痛哭,在很多人都以为,这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故事时。 没想到几个月后,主治医生收到了一条短信,短信中写道,现在孩子已经入土为安,我们也正从阴影中走出来,谢谢你们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 看到这个片段时,忍不住流出眼泪,因为医生的苦泪被看到,也因为家属的善解人意,尤其是和那些医闹事件相比,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理解,体谅和关心,才更能让人感受到温暖。 现实生活中,往往也是这些细节,最能看出一个人,一个家庭的教养。 谨言慎行,说话有度。 礼记中说,君子约言。 小人先言,君子通常谨慎说话,小人则口不则言,春秋时期,有一次孔子去周国的首都游玩,还去参观了周王的祖庙,在祖庙大殿右边的台阶前,坐立着一个用铜座的人像。 这个人像有点特别,他的嘴巴被三道封条封住了,而且背后还刻了一行字,这是古时候说话最小心谨慎的人。 孔子看了大受启发,日后他在教会弟子时,总强调要君子乐于言而敏于行。 言为新生,一个人的教养自然会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流露出来,说话未经思考,不懂分寸的人。 他们或以讥笑别人为乐,或口无遮拦,或胡言乱语,或说了无心的话,丝毫不考虑对方的感受。 俗话说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,说话前我们应深思熟虑,讲话要把握好分寸,不该说的话绝不说出口,谨慎思考,话不说满。 做人留一点余地,方可得到别人的尊重。 人活一世,你可以不修行,但不能没有教养,教养说明你的素质,教养代表你的品行。 有教养的人,心中有善意,眼中有温柔,言行有分寸,灵魂有温度,不管从前的你如何,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有教养的人。 待人善良真诚,让人温暖舒服,所谓忍者无敌,便是如此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